见到立刻报警 有人引用中招 不久前的一天中午 深圳梁女士一家吃完午饭 正准备睡个惬意的午觉 突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宁静 一开始梁女士没想到自己还要支付防盗器的押金 但看着防盗器都安装好了 她寻思着图个鲜案也可 还是给男子转账了400元 房不胜房 竟然被那网格员骗了 深圳市公安局保安分局福海派出所民警 接到报警后 立即展开调查 并于11月下行在东莞市堂下阵 将嫌疑人林某当场抓获 警方提醒大家 如遇到类似上门服务时 一定要擦亮眼睛和查好对方身份 一 骗子潜伏在各类社交平台 把自己包装成白富美 高富帅 主动添加受害者微信 三 诱导受害者参与虚假网络赌博 投资 平均媒企被骗金额达15万元以上 号称诈骗之王 一 冒充公检法工作人员致电视主 以涉嫌犯罪为有恐吓受害人 并发送假的通缉令等 二 要求受害人对外保密 使其与家人 朋友隔离 最容易收到的诈骗电话 由于群众防范意识提高 整体呈下降趋势 单案受案金额也在不断缩小 一 骗子冒充电商平台 客服人员致电受害者 告知其商品降价或质量问题 或需要注销高级会员 否则将产生服务费 三 骗子称账户被冻结 或系统问题无法贵款 并伪造无法放款的假象 二 以无抵押 无担保 低利息等话术漏导受害者下载APP 或进入钓鱼网页办理贷款 一 骗子通过短视频平台等方式 讲课发展学员 培训对象